大家好,我是徐有鬼,欢迎收看徐有鬼的视频 今天我们讲政治庇护,什么是政治庇护 还有就是在欧洲国家怎样暴难民 这两点稍有区别 也就是说在美国、在加拿大也可以叫做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在欧洲国家很有可能就叫做暴难民 当然了,这也是华人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 政治庇护和难民呢,他俩之间呢,是相互涵盖的 又不能完全划等号 在美国呢,政治庇护指的是你到达了美国 甚至于你到达美国口岸或者机场 向美国提出的避难申请 这个呢,叫政治庇护 难民呢,是指的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你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你在美国的驻外的使领馆 向美国申请这个暴难民 比方说了,你在伊拉克战争 或者是在阿富汗战争中帮助过美军 你是这个翻译 现在呢,这个塔利班反攻倒算了 你要逃亡了 所以呢,你就跑到中东国家 就是美国驻中东国家的使领馆 申请的这个政治庇护 如果通过了,你这个情况呢,叫做难民 如果你的难民申请通过了呢 那美国呢,就是大包全套 给你出机票,直接给你运到美国来 甚至于你在美国怎么融入啊 包括找住的地方啊 一些最开始,最开头的一些经济上的帮扶 美国这个都是包的 加拿大呢,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这个呢,叫做难民 所以说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呢 政治庇护很容易通过 因为人,你人已经到了这个国家了 移民国家呢,多你一多 多你不多 这个移民国家呢,多你不多 少你不少 给你就来了 但是难民申请呢,就比较难 因为什么呢 如果难民申请通过了呢 还要包你这个机票 还有就是大包给你弄到美国或者加拿大来 这个费用呢,会比较高 或者比较贵 所以呢,相对来说 审查也比较严格 过程呢,也比较复杂 那为什么今天会讲政治庇护 政治避难 还有包难民这件事呢 因为我发现呢 有些事情 我原来以为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都应该心知肚明的事 但是没想到呢 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 还是有很多人来问我 所以呢,我们就从最基本 最简单的开始讲起 什么是政治庇护 什么是政治避难 在海外 在西方国家 在西方民主国家 怎么能够拿到这个政治避难的绿卡 那就先从头讲起了 那就是什么是政治庇护 什么是政治避难 看视频 我们看下半视频 你就知道 什么是政治庇护 什么是政治避难了 43年前的今年 1981年的农历的三月初一 我被我妈从垃圾桶里捡了起来 于是才有了43年之后的我 我妈捡到我的时候 是在我们镇医院的垃圾桶里 那是一个凌晨 据我妈说 晚上的气温很低 可能就六七度 当时我七个月 银产存活 但我确实是我妈亲生的儿子 我爸跟我妈是可以生两个孩子的 但是 我姐姐必须年满四周岁 我出生的时候 我姐姐只有三岁七个月 我妈就被送到了医院 然后强制银产 给她打了至少两针催产的针 两针都从肚皮穿刺 从我的右耳朵的这个地方打进去 然后在1981年的三月初一的凌晨 我就生下来了 我就被医生跟护士 丢到了医院走廊尽头的一个垃圾桶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妈亲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 就是我的哭声 当时我妈说 在那个时间段 只有她生下了一个孩子 就是我 然后她觉得就是我的哭声 于是她从病房的产床上 翻下了床 爬起那几十米顺着墙边 拉饭了垃圾桶 把冰凉的我揣在她的怀里 那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英语也不太好 去上过这个英语课 学过英语 在美国学英语 有那么几种方式 一种是去社区大学 那除了社区大学 这种比较正式的英语学习方式以外 其实还有图书馆和一些教会 一些教堂 他有一些免费的英语教程 有一些小班 给新移民学英语用的 我曾经就上过几次图书馆的 这种免费英语班 那有一次上英语班 有一个英语讨论 当时讨论的是什么 我真忘了 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我忘了 有一个哥伦比亚的同学 他说他不相信上帝 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比较震惊 因为我们知道哥伦比亚 很多拉美国家 他们传统的都是天主教教徒 或者是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 一个文化氛围中 那即使你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你在这种文化氛围下 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天主教徒 一个人他不会明显的说 自己不相信上帝这样的话 而这个哥伦比亚人呢 他不相信上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他认为啊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罪行都在发生 那这些罪行呢 上帝也都容忍了 也就算了 但是有一种罪行 上帝也容忍了 这个呢 就让他非常不能够接受 所以他不相信上帝 这个罪行是什么呢 就是杀婴 就是杀害婴儿 那从他一开始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他就一直拿眼睛看着我 尤其是说到杀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他就一直盯着我看 然后呢 他又补充了一句 他说呢 甚至于有国家和政府啊 集团性的杀婴 那讲到这个时候呢 我才明白 他说的这个杀婴 指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 那即使到这个时候呢 我才突然领悟到 原来呢 在很多外国人眼里 在很多人老外的眼里 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呢 就是有组织 有计划的一个政府杀婴行为 而像我这样一个骨灰级的反贼呀 在这之前 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 这呢 是一种杀婴的行为 一个国家呀 动用国家机器 长期的对国民进行洗脑 洗了七十多年之后呢 很多人的脑子呢 真的是洗麻了 很多该有的东西都没有了 那这个东西呢 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计划生育呢 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啊 对中国的伤害 比日本侵华还要严重 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呢 却不自知 却不自觉 甚至于觉得 好像这真的没什么事情啊 好像计划生育 对国家是有利的吧 这人口这么多负担 甚至于呢 会把民众洗到 站在统治者的角度 甚至于是统治者 错误思维的角度 统治者都会觉得 这个思维是错的 我现在都抛弃了 但是呢 民众呢 却被洗得 却认可了这种说法 却并不觉得 这是一回事 甚至于到了 你是一个政治迫害的 一个资深受害者 非常严重的一个受害者 但是呢 你却并不觉得 你受到了政治迫害 所以呢 我在之前的视频 我有讲过 中国人呢 是受到广义的政治迫害 也就是说 你在党国体系下 生活了70多年 你怎么可能 不受到政治迫害呢 那比方说呢 之前的文化大革命 那有些人呢 是直接受到了冲击 他的家人呢 都可能被斗死了 或者呢 是被下放 那有些人呢 就被派到夹皮沟 被派到北大荒 被饿死 或者是被斗死的 或者是受不了 这种无休止的批斗 人格的羞辱 而自杀了 有些人的人生啊 整个都被带走了 有的人生 最美好的十年啊 最美好的年华 都被上山下乡 被国家整个给剥夺掉了 那可是要命的呢 很多人呢 却并不觉得 自己受到了政治迫害 甚至于呢 他会替统治者 替那个加害于他的人 去思考问题 去辩解 说那国家也不容易啊 那群众弄群众嘛 又不是毛主席要斗死我 要搞死我 又不是共产党要弄死我 那只是党内的一小撮 那些坏人 四人帮 或者是五人帮 他们搞的 要搞死我的 本身呢 这个国家的体制呢 还是好的 还是对的 那后来呢 不是又拨乱反正了吗 不是又给我平反了吗 那中国人呢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遗忘 选择对邪恶 对自己的加害者呢 进行妥协和遗忘 那三年饥荒之后呢 他就妥协了 十年文革呢 他也妥协了 然后呢 三年封口呢 他又妥协了 他又选择了遗忘和和解 那因为你选择了遗忘和妥协 所以你本身是一个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但是呢 你却并不觉得 而且呢 你还会维护一个迫害你的人的一个脸面 你说我跑到国外去申请政治庇护 去暴难民 是不是丢国家的脸 丢国家的人 是不是自绝于人民 自绝于国家 当然因为我们中国人啊 是长期的生活在这种党国的洗脑体系里 来接受的这种教育 甚至于你不但不意识到 这个是一种迫害人权 是一种政治迫害的行为 你本身是一个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你并不会觉得 甚至于呢 你会不自主的站在国家的利益 去考虑一些事情 去替他做辩护 做辩解 你会觉得 好像计划声音也应该执行吧 这乌央乌央的人这么多 什么事都轮不着排不着 都是最后一名 人太多了 干脆计划声音可能会比较好 实际上呢 这都是扯淡 比方说日本 韩国 还有西欧 他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呢 其实也不差 有些甚至于还大 但是他并不存在计划声音的这种事情 而相反呢 人才是财富创造的最大财体 只有人才能无限无穷的创造财富 没有人 一切都是空谈 一切都是扯淡 而且关于堕猜啊 还有关于这个打猜这件事情呢 在美国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美国所有的政治人物啊 他们都要在这个问题上 做一个表态 这个他们做这个表态呢 就是为了让民众知道 他的这个政治倾向 政治立场 还是保守的 还是比较open的那种 是哪一种 所以在这个堕胎这个事情呢 欧洲人和美国人看了都很重 甚至于很多人认为呢 即使是意外怀孕或者是被强迫 被强奸 生了个孩子呢 都要把他生下来 而在这个持钞中啊 在实际操作中 在历史上 过去啊 就是过去三十年以上 有很多的华人啊 是通过这个计划生育 有的叫一胎化 拿到的美国政治庇护 拿到的绿场 这个呢 太多太多了 基本上呢 那个时候 主要是女性 能够证明自己是计划生育 政策的受害者 这个基本上 那个时代的中国育龄妇女啊 都会有这个结诈 都有这个 都上了这个寄生环 结语环 这样的话 他到美国的任何一家医院 去把这个寄生环取出来 就是做一个手术 把这个寄生环取出来以后 这个呢 都是实体的证据 证明 他是计划生育政策 一胎化政策的受害者 基本上 绿卡都是百分之百的平 没有清楚谁拿不到 那除了计划生育以外呢 那别的呢 哪一条构成政治庇护 能够拿到这个 政治庇护的这个绿卡 那我们翻看 这个字面文章 就是说 你Google搜一下 都能搜不到 什么叫政治破坏 政治破坏呢 基本上基于五点 就是宗教信仰 民族 国籍 那还有呢 就是特殊团体 还有言论 种族呢 指的呢 主要就是 所出生的种族 比方说呢 你是新疆的维吾尔人 或者是西藏的藏族 你在文化上 还有宗教信仰上 受到的打压 那这个呢 都算 我之前啊 我之前啊 曾经做过一些视频 关于这个中国人在海外受歧视 专门讲过一个关于断腾的问题 在那里边呢 也阐明了跟计划生育相似的一种状况 也就是说呢 中国人呢 不认为你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受到过人权上 或者政治上的破坏 你会站着一个统治者的立场 去替他思维 去替他辩解 你不觉得啊 你说这好像有个什么事 我好像因为我这个特殊的种族 我受到过政治迫害 好像没觉着 实际上呢 都是有的 比方说呢 前几年呢 内蒙古啊 关于这个蒙古族的孩子 因为蒙古族 少数民族的孩子 他是之前啊 都要学习本民族的这个语言 要上三年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校 三年级以后呢 还进入学校里边 正式学习这个汉语 但是呢 因为中国觉得内蒙古啊 就是同化的差不多了 就是所说的民族融合 差不多 不需要搞这个 给取消了 所以呢 很多蒙古族人啊 民族族意识 民族是蒙感比较强的人呢 就反对这件事 其实呢 这个呢 就是基于种族 基于民族的 一个政治上的一种迫害 但是很多很多中国人呢 并不觉得 他觉得这民族融合了 挺好的 说什么本帝方言啊 改不同话 大家打一统 这多好啊 那宗教信仰呢 就指的 宗教呢 这个好理解 但是呢 这里指的宗教呢 是指的三次爱国委员会 以外的宗教 比方说呢 家庭教会 你参加这个教会呢 是中国政府所不喜欢的 他觉得不能够控制 你这教会不升国旗 不唱党章 不唱党歌 那个东西让他觉得 就说你这个教会啊 你这个庙 或者是教堂 你那这和尚不跳舞 不唱党歌 不唱红歌 你这尼姑 我都不出来唱红歌 那个他就觉得 你这个宗教呢 是一个不受控制的 这窝大之边 启容擦人酣睡啊 皇帝老子 他睡不安稳啊 他觉得你们这位人 一聚几百号人 每个星期定期都搞活动 比我们的党员 还有组织有效率 而且还不腐败 那你说他哪忍得了你们啊 那他没什么事 就迫害迫害你们 拆你们的教堂 给你们这个教堂外边 这个穆斯林化 给你们去了 改成中国的小楼 全中国化了 宗教信仰这个东西呢 尤其是基督教信仰 如果你真是基督教信仰的话呢 那样的话呢 你就报这个基督教信仰迫害的这个 这个呢 也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教里边呢 上帝持戒啊 要不做伪证啊 不能胡说八道 不能做假话 基督徒嘛 本身呢 大概率都是一个常识的人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或者家庭教会的 那你就用这个理由 申请政治庇护 这个理由呢 也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尤其是在有这么人的情况下 比方说 你有牧师 你们的那个牧师呢 来给你作证 牧师呢 他的这个地位啊 社会地位啊 在美国是很高的 他的这个人 这个效力啊 是很强的 法官他肯定相信牧师嘛 那你说这个普通的基督徒 都不会做伪证 那牧师呢 更不会说瞎话 所以牧师 他作证的东西呢 一般都会被法官所认可 所以呢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 是很容易通过的 但如果呢 你对基督教不是很了解 比如说圣经好像我也读过这个章节 教会呢 也就混过了三个月 你就申请这个教会的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不妥 因为呢 基本上呢 美国还有西方国家的这个法官 他也是在基督教氛围 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 他对圣经的理解可能比你深 深的很多 圣经呢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还说你拿过来 你说看一看 翻一翻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圣经呢 其实很深 你专心的去读 如果你有听牧师的讲经的话 你会发现 那他对圣经的理解的一个深度啊 跟你拿了圣经 花了几天 临时抱拨脚 去教堂 去蹭了几顿饭 那种圣经的理解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话 或者是天主教徒的话 我不建议你 用基督教 用宗教理由申请政治序护 其实呢 不大如意固 你自己心里啊 也没底啊 那之后呢 就是某个团体 包括社会团体 这个呢 在欧洲国家很看重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团体 之前我在之前的视频讲过 每个中国人呢 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网格中 你在生活在一个框架中 当然中国人这个社会网格框架呢 都是什么同学啊 同乡啊 都是这些 校友啊 都是这些 但是欧美人西方国家呢 他就是社团 那他可能呢 是某一个宗教团体的一个成员 或者是某个协会的成员 各式各样的团体 哪怕是钓鱼协会啊 什么打高尔夫球协会啊 这个呢 他们都有 但是呢 在中国这种东西都没有 因为皇帝陛下不喜欢嘛 卧榻之边 启容擦人寒睡 你们搞了几十号人 你们搞救灾 比我们红十字会 还有组织 还有效率 你们这么搞 那我哪放心啊 所以在中国 没有这种社会团体 有一种呢 是比较特殊的 那个呢 就是法轮功 法轮功呢 不算作是宗教信仰 因为法轮功呢 是被认定了 是宗教里边的一个分支 所以法轮功呢 是作为社会团体 某一个团体的成员 受到迫害 法轮功呢 其实积了大了 在九几年的时候啊 九几年到两千年的时候 那欧美国家 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 那庇护了太多的中国 退休老头老太 很多人呢 都是因为练法轮功 在这些福利国家呀 手牵手 幸福着 过上了幸福生活 那基本上 后半生啊 基本上都有保证 法轮功呢 其实也并不难 法轮功呢 一共有五套功法 那本书呢 你看一看 他不像基督教圣经一样 你说你看了半天 没有理解他的身意 他呢 其实还是比较好懂的 而且他的五套功法呢 也非常简单 你以前上中学的时候 做那个 中午那个 做广播体操啊 中午你做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还是多套呢 法轮功法只有五套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好学 上手比较快的那种 所以呢 在历史上啊 在那个时间点啊 有很多人呢 也是通过法轮功 然后呢 拿到这个政治庇护的 也是有 但是后来呢 欧美国家也发现了 说怎么有这么多法轮功 这里边是不是有假的 怎么办呢 那就找法轮功来验法轮功 其实呢 也很简单啊 那老法轮功一过来说 你练法轮功 好练 那你就大盘盘下来给我看看吧 说盘不下去 那完了 那漏窍了 然后问你 最近师傅发了什么经文啊 说不知道 说师傅在那儿讲话 西安什么讲话 说什么那种了 说不知道 假的吧 假的出去吧 因为呢 中国呢 是这样铁板一块的国家 所以说呢 除了中国共产党 那一虎八百图 还有八个所谓的 做绣花枕头的民主党派 共庆团以外 中国呢 没有任何组织 你也不可能参加任何组织 但是你到了海外呢 你是可以参加一个组织 甚至于你可以建立自己的组织 你像海外呢 有很多这个民主党啊 当然民主党这个名字 可能用了好几次了 甚至于呢 你也可以像王伟恒那样 自己搞一个党 搞一个天天圈党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除了种族 宗教信仰 还有社会团体 民族啊 国家以外呢 照相呢 就是自由言论受的打压 这个呢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好操作的 比方说呢 我们上一期视频 关于临华站 也就是说 临华站的那个罗称门啊 那个视频里面 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那有些同学呢 就是个人比较努力了 其实说心里话呢 政治庇护这个东西啊 说难呢 也难 说容易呢 也非常容易 这个特别像什么呢 就是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中国这个大学啊 是 入学考试比较难 但是如果你考上了以后呢 毕业呢 都很容易 这个跟欧美国家不一样 欧美国家呢 是考大学相对容易一些 毕业呢 会很难 它有点像中国的那个 自学考试 那个性格差不多 但是中国大学的这个毕业呢 相对来说呢 都比较容易 你只要别挂科 有很多考试呢 基本上都是院系自己考的 也就是说咱们系自己考试 自己的老师自己出题 有些呢 根本就是开卷考试 什么叫开卷考试呢 就是告诉你 我们要考什么 你就按照这个去做题就行了 你像我之前说的那五条 这基本上就告诉你 我们要考什么 至于你考不考得好 能不能拿到这个结果 比方说拿到绿卡 那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努力了 我们上两期视频啊 讲了关于林华站的一个故事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故事 也就是说林华站同学呢 是非常努力的 最后呢 自己拿到自己的文凭 那我说的呢 已经非常直白 非常明了了 你不需要太聪明 你应该也听得懂 那这期视频呢 到这儿呢 就结束了 祝各位同学考试好成绩 拿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绿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